乳腺癌案例 2019年10月复查 发现双侧乳腺多发性囊性节节 2021年1月 感觉右侧乳防痛 摸到一个鸡蛋大的肿块 医院确诊为右侧乳癌三期半 已转移至淋巴 医生说须先化疗 让肿瘤变小后再做手术 诊断报告 紧接着在2月7日 做第一次化疗 化疗后 头晕 爱做梦 睡眠不好 全身无力 没胃口 吃不下 舌头没味觉 便秘五天不排便 肚子胀得难受 我的脸色苍白 整个人非常虚弱 无力不想动 所以不愿再化疗 因女儿曾经接触并了解原始点 建议我用原始点调理 于2021年2月20日 在女儿陪同下到原始点工艺中心调理 刚来到中心时的症状 1. 右侧乳腺癌 有鸡蛋大的硬块 大硬块旁边 还有一个比红枣小一点的硬块 有胀痛 刺痛感 右侧腋下有淋巴结结 左侧乳腺囊中 2. 掉发严重 睡眠不好 爱做梦 一晚只能睡3-4个小时 早上起床 头胀痛 精神不好 3. 心跳快 心泪有两年 4. 双手指发黑发紫 5. 月经紊乱不规律 每次月经结束阴道搔痒 用复刻药冲洗一周才会好 6. 体力差 走十分钟就累 不想动 条理细节 1. 每天按推一次 重点按推上背部 肩部和换处部位 2. 内热圆 刚开始每天用干姜片 50克熬煮浓浆姜汤喝 慢慢增加干姜片 至90克 红身须易脏 3. 外热圆 头部、上背部和前胸腋下 每天搓姜泥一次 4. 饮食 改变以前的生活习惯 杜绝一切寒凉 温热性素菜为主 5. 实时注意保暖和温敷 让身体保持温暖 6. 运动 早上大背30分钟 做体操和拉筋30分钟 散步20分钟 爬楼梯做俯卧撑 一天运动有2-3小时 调理过程 调理第三天 心跳快 心泪 改善明显 肿块明显变软 体力有好转 胃口有改善 舌头开始有点味觉 调理第十天 心跳 心泪正常了 手指发黑 发紫 基本恢复正常 皮肤变红润了 右侧肿瘤有变软变小 肿瘤根部痛点有减轻 刺痛脏痛改善八成 胃口变好 一顿能吃两碗杂两饭 阴道搔痒完全改善 睡眠稍有改善 做梦的次数少了 但是早上起床 还会因为没睡好 而头脏痛 体力有提升 一口气可以爬十五层楼梯 调理第二十天 经过两周调理 掉发开始减少 之前 姜妮搓头部 满手都是头发 搓了四五天之后 基本就不掉发了 睡眠有改善 半夜醒后 很快就能入睡 早上起床精神更好 条理第二十四天 推浆仪 乳房第一次挤出 五至六滴黄浓水出来 之后偶尔还会出黄浓水 条理第六十五天 癌肿瘤变化很大 大肿块只剩下三分之一大了 小肿块消失了 睡眠很好 晚上十点多睡觉 能一觉睡到早上五点多 不做梦了 睡得更踏实了 条理第八十三天 左乳房囊肿全消失了 整个乳腺变柔软了 右侧乳腺肿瘤变小 只剩下四分之一大了 肿瘤右上方变小更明显 形状从之前的圆形变成了半圆形 肿瘤周边偶尔会一阵阵刺痛 条理第九十二天 右侧乳腺肿瘤大肿块变小很多 只剩下五分之一大了 小肿块消失 右侧腋下淋巴结消失 左乳腺囊肿消失 乳房变得柔软 睡眠很好 晚上十点半睡到早上五点多 一觉能睡六至七个小时 早上起床精神好 胃口很好 吃啥都香 体力精神状态好 气色红润 感恩原时点 感恩张医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